大家好,我是小A,欢迎大家再次收看小A的战第一游戏扩展包补丁更新介绍适配 在2017年12月11日拥有高级会员的玩家可以开始玩 力挽狂澜战第一游戏扩展包了 这是战第一游戏的第三个扩展包 但这个扩展包与以前的两个扩展包有点不同 力挽狂澜战第一游戏扩展包将分两波造势 在2017年12月11日出的是第一波 是加里玻璃力挽狂澜游戏更新 在2018年1月份官方将会推出力挽狂澜的第二波游戏扩展包内容 第一波力挽狂澜游戏更新下载体积大概在5.4G到5.5G 这个扩展包的主题主要是海战还有抢滩登陆战 那么今天小A就为大家介绍力挽狂澜 游戏扩展包第一波带给了玩家 什么新年内容 游戏做出什么改变 还有目前我玩下来手感是如何 与以往一样小A将把介绍这次更新的新闻连接放在下面 我尽量找到了一些中文的战地风云新闻连接 这样子方便大家不需要用翻译器来了解游戏的新的动态 另外像以往一样我只介绍一些这次游戏扩展包更新的一些重点改动重点更新 那小A还是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帮助小A补充 各位订阅者认为这次扩展包游戏更新带来了什么重大的改变 第一波立晚狂澜推出了两张新的战地地图 第一张地图是海力思甲 第二张地图就是小A今天玩的地图名为阿齐巴巴 这两张新的地图也可以在新的大型行动模式中体验到 在这次游戏扩展包官方推出了新的一种大型行动模式 新的大型行动模式称为加里波利 英国海军陆战队是在海力思甲登陆 然后一直推进岸 有点像二战的抢摊登陆战 第二场会在古迹的废墟里交火 像小A现在玩的这张地图的环境 两张地图都非常漂亮 但是阿齐巴巴没有像海力思甲面积那么大 一网狂澜还推出了一种新的游戏模式 称为突袭征服 其实这种游戏模式在2006年出版的 《战地2142》已经有了 这游戏模式与普通的征服有点不同 在突袭征服 防守方一局刚开始拥有地图上所有棋 或者拥有地图上大多数棋 但他们是没有老家的 攻击方有老家 但是他们占领的棋非常少 甚至一个棋都没有占领 但他们一局一开始 他们的票数比防守方要多 大概200到300 攻击方的任务是抢 防守方的所有地图的征服点 当然防守方要防止这些征服点 被攻击方抢去 防守方的目的要形成一个很强的防线 不让攻击方突破这防线抢基地后面的棋 一旦攻击方把地图上的棋通通抢掉之后 通通占领了 防守方的玩家就没有出身点了 除非他们在自己的队友或自己的小队身上出身 所以说防守方是没有很多退路的 攻击方如果攻不下还可以从基地出身 防守方是没有基地的 地图上的征服站立点 一旦被攻击方玩家通通占领之后 一局很快会结束 小一个人认为 突击征服或者突袭征服 这游戏模式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双方玩家的水平差距太大 一边都是老鸟 另外一边都是菜鸟 或者入手游戏不久的玩家 很快在地图上一局会形成一边倒的情况 如果是防守方老鸟比较多 那攻击方是根本攻不上去 如果攻击方老鸟比较多 那防守方的一些战略点很快会被攻击方占领 一局会很快结束 双方玩家根本杀不到什么体验 我想大家也知道 当有军输了太惨的时候 有不少有军玩家会陆续退出 或者试图跳到营方去 在突击征服或在突袭征服 这问题会更严重 有时候我可以10到15分钟完成一局游戏 如果攻击方的玩家水平非常高 老鸟比较多 那防守方的玩家会被打得非常惨 有时候一出身就死 或者出身点只剩最后一个战略点了 被攻击方夹在里面 根本攻不出去 像过去官方推出的扩展包一样 一挽豪蓝为游戏中的四种普通冰种推出了新的武器 可以让玩家解锁 玩家想解锁这些武器 一定要完成这些武器的解锁要求 这些解锁要求都是一些小任务 玩家需要满足他们的条件 我已经把所有武器解锁的要求连接合集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击小A下面的连接 了解如何解锁这些武器 不过这些武器的解锁要求在游戏中的 每个职业选择武器的详细菜单中也会有 总体来说小A认为这一次力挽豪蓝的武器解锁要求 没有像以前以沙皇致命游戏扩展包 解锁要求那么坑那么难吧 所以这一次我感觉武器解锁要求不难 只需要多花点时间 不需要做出什么测书的游戏动作 也不需要碰运气 像以往一样小A会在下几周推出如何解锁这些武器的捷径 小A最近比较忙 所以没有很多时间玩战第一 我现在也在解锁这些武器 但是我两三天就可以解锁掉一半 所以我的速度还算比较快 大家耐心等小A把这些武器解锁之后 我会做视频教大家如何取捷径 解锁这些武器的 独奇兵在逆晚狂蓝得到两种新的武器 第一种武器是M1912自动手枪 第二种可以得到的武器是M1917战壕是卡冰枪 一条兵在这一次游戏扩展后 可以解锁Fartboard Hill半自动来浮墙 玩家可以解锁他的瞄准势 也可以解锁他的冲锋式 小A今天手里用的武器就是这把半自动来浮墙 已经有不少华人玩家在战地100度上说 这将会成为战地医疗兵最好的半自动来浮墙 目前小A用起来感觉 我不能说他是游戏中最好的 半自动来浮墙只能说他的应用性能非常好 非常实用在近距他的射速不差 在中距离远距他的精确度比较高 后座力比较少 唯一的缺点是他的金属镜稍微有点难用 比较窄有点妨碍视线 这把枪的手感 完全是像以前战地4战地3的M39半自动步枪一样 解锁这把武器要求其实也不难 只需要花点时间 我想将来战场上医疗兵有不少玩家会用这把武器 支援兵在这一次游戏扩展包中得到了一把新的机枪 他们可以解锁两种类型的M1917 玩家可以解锁轻量化的M1917 也可以解锁远望镜的M1917 M1917的装弹容量非常可怕 但他的射速比较慢 检查兵在这次扩展包可以解锁两种不同的中距离狙击武器 第一种是日本的38式步战步枪 第二种是卡尔卡诺卡兵墙 这一次游戏扩展包也为玩家带来了三种新的肉搏武器 第一种肉搏武器是海军军刀 第二种是抓勾 抓勾是一种拼图武器 玩家需要打开战斗包 收取五块拼图碎片来组装这抓勾肉搏武器 第三种肉搏武器官方是免费送给玩家的 是包括在力挽狂澜扩展包中的玩家必须要解锁 那就是土耳其人的法兰锤 在载具这方面力挽狂澜带来了两种新的游戏载体 第一种载具是L级驱逐舰 这艘驱逐舰上面总共可以做三到四位玩家 驾驶员或者船长可以用四英寸的主炮 也可以每30秒召唤战略舰的火炮 副驾驶员可以用鱼雷防空炮 还有其他的四寸大炮 这艘驱逐舰其实非常实用 它可以用来保护战略舰 也可以用来帮助地面的部队 拿下敌人防守非常密的战略点 这艘驱逐舰最薄弱的位置是在它最中央 这艘驱逐舰的速度也不慢 用得好一个小队可以在里面存活半场游戏 另外在这次扩展包 官方推出了C级空中飞艇 目前这空中飞艇在地图上是个火把子 有不少防空炮还有飞机会对它进行进攻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出生点 它的性能与大型L30巨兽飞艇差不多 只是它的血没有L30那么多 上面总共可以做四位玩家 一位操纵飞艇的驾驶员 还有三位炮手 这飞艇上有一门防空炮 也有几能20毫米的自动炮 像封炸机上的自动炮性能差不多 它可以飞得很高 但是还是可以被地图上的防空炮击中 这飞艇如果飞得低 撞地它不会受到任何损伤 一般地图上双方只能选择一种载具出生 要么选择驱逐舰 要么选择飞艇 我认为目前来说 驱逐舰还是更好的选择 毕竟驱逐舰有制海制空拳 而且它可以帮助地面的士兵消灭攻不下的底 以后大家如果有兴趣 小A会详细的介绍这两种新的载具 在命晚狂乱玩家可以玩新的一种精英装备 或者精英兵种 这个精英兵种被称为入侵者 入侵者有四种不同的装备 首先它可以用马提尼亨利榴弹发射器 这榴弹发射器每次只能打出去一发榴弹 伤害弹花还算不错 专门对付步兵杀伤力算是比较高的 另外它像坦克猎手一样 它拥有聚切双管限弹强 专门对付近距离的敌 它最突出的一个装备是一个吸引地图外火力增援的一个信号弹 这信号弹的样子与侦察兵用的信号弹样子一样 但是这信号弹丢在哪个地方过几秒地图外会有火炮来轰这个位置 所以在敌人抢的起点旁边使用是非常好的 效果有点像法国突袭坦克 圣沙门放飞鸽就是放信鸽召唤下来的火炮增援一样 另外这入侵者可以在敌人背后放下一个小型的移动出身点 队友可以在这个小型出身点上出身 以后我会详细对这种新的精英兵种做出介绍的 目前我还用它用的部署 不知道它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 一晚狂来这游戏拓展包再次推出了八种新的冰种特殊装备 因为小A以后会详细的对每一个特殊装备做出介绍的 小A今天就不说了 否则我说的太啰嗦 而且这个视频会变得太长 但是不要担心我会把官方是如何介绍这几个新的特殊装备的连接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官方的中文连接来了解新的特殊装备如何解锁 解锁之后有什么奖励 总体来说我认为这一次特殊装备的奖励比以沙皇之名特殊装备的奖励要实用多了 而且这一次官方推出了新的针对飞行员针对坦克手游戏风格的冰种特殊装备 我认为这些是值得解锁的 他们的总体解锁要求也不算太坑也不算太困难 我想大家如果有意气解锁他们玩几天可以把他们弄弄解锁的 接下来小A来介绍这一次扩展包更新 玩家对总体游戏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 小A在此在提醒大家我只抓一些重点 所以有些地点可能我没说到 大家可以使用小A留在下面的连接去自己了解这些改动 现在突袭兵的炸药可以在水中引爆了 官方也把游戏中的隐形毒气这个毛病修复了 现在毒气不会再是隐形的了 另外现在用防空炮击中鱼雷艇还有外登陆艇 不会再引爆防空炮的炮弹了 这样子一来防空炮对着鱼雷艇或者海上的一些小型运输艇进攻 一般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把船里面的人炸死了 就是用蛋花碎片炸死船里面的人了 以沙皇知名的 毛豆雕九零零限弹枪 它的布局被官方调整了 现在限弹枪应该比以前更准了 暗防炮现在对巨兽还有对地图上再具的伤害比以前要高多了 我说的暗防炮就是要从地下室操作的固定碉堡大炮 侦察飞现在可以连续放下两个半线地雷了 不管是两个是什么样的半线地雷 毒气高爆燃烧半线地雷都可以一次性放两个了 官方在这一次修复了游戏中的蛇皮走位的动画 就是一些玩家可以快速跑 然后马上按蹲下的这个键 是非会往前滑一下 这动画已经被官方修复了 现在开始蛇皮走位影响敌人瞭准玩家的精确度 应该没有像以前那么夸张了 官方在游戏中加入了士兵跳入水的音效 以前是没有的 急兵现在恢复血的速度与普通士兵恢复血的速度是一样了 就是自动恢复血的速度 换句话说 急兵现在自动恢复血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 不需要玩家每次下马丢下小心医疗包围自己恢复血了 这些是小A认为这一次游戏扩展方更新 带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改变 另外我发现更新后 现在玩家击杀速度还有死的速度比以往快了 网络结构好像被官方改善了 现在我在地图上玩 遇到菜纽1918死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 但我用8.35击杀敌人他们死的速度也更快了 换句话说现在网络反应比以前更敏捷了 当然这是小A自己的观点 可能有些玩家感觉不到这个改变 好那么这些就是这一次 一晚狂澜游戏扩展包的一些新的游戏内容 还有新的一些游戏更新改动 非常抱歉这次视频我来了晚了 目前小A只能在周末做视频 我圣诞节休息时间也不长 所以请大家耐心小A会慢慢的做出更详细的 力挽狂澜游戏介绍视频的 如果小A在这一次更新扩展包介绍视频中解说哪个地方说错了 或者说的不全面 请大家补充麻烦大家指出小A哪里说错了 这样子不会误导一些新的玩家 小A也欢迎大家在下面写出大家对这一次游戏扩展包的一些看法 对一些武器精英兵种的看法 大家玩下的体验是什么样的 那么小A今天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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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